就是一幅的逻辑,两重的逻辑跟多重逻辑 如果要把这个部分转换成VBA的话 这地方当然第一个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逻辑 比如说输出的话就是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输出合格不合格 输出的位置的话是在H栏好了 假设我们输出这边会多一栏,H栏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OK,首先的话第一个一样,这个按钮 但是做按钮之前你要先第一个 先把你的开发人员叫出来 应该还记得吧 从这边有没有,上面箭头啊,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边记得把开发人员打勾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 所以你每一次来应该都会又要重来一次 所以你可以每次来都要练习 练习个一遍,然后回家再练习 我想将来你一定不会找不到 OK,那多练习,反正就第一个先找到开发人员 第二个的话呢,把开发人员点开来 找到VIO Basic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当然预设 你会发现它的结构 记得啦,原来它可能画面比较大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个画面稍微这样拉下来一点点 然后把它缩小 为什么要缩小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撰写程式 基本上不是凭空去打这个程式 而是看着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那怎么看啊?基本上你就把它移动一下 看一下你要输出,你要从哪边取得资料 你要输出到哪个位置 程式都写,就写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第一件事 你可以把这个把它往下拉一下 预设是没有模组的 所以我把模组先移除 我从来再一遍 那第一个当然 如果你没有模组,你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插入模组之后的话呢 那我现在要撰写什么 来撰写一个按钮叫成绩 OK,那成绩的话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 特别是如果是按钮一定要对应到SUB 所以你就打一个那个 比如说打一个什么,成绩 OK,SUB按确定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写头跟尾 一个SUB叫成绩 然后END SUB 上面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预设的字太小 记得啊,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撰写风格 预设好像是9号字啦 9号字太小,看得很辛苦 同学说看得快眼睛瞎掉了 真的太小了 而且你们解析度调的比较大 所以可能会需要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OK,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跑回圈嘛 那跟前面一样 所以按个TAB键 TAB是缩排 那打一个4 I指的是哪一列 等于第二列到第7列 所以你打个2到7 ENTER兩下 再打个NAS NAS指的是NAS I 就是下一个 所以I会在2到7之间做变化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取得的资料来源 刚好就在第二列的哪一个呢 E欄 那输出的话呢 刚好就是在H欄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把这边先清空 先把它删除 然后呢 我们程式如何撰写呢 那第一个 输出到哪里 不是 第一个我要先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 特别是有啊 它的那个 撰写方式啊 一定是加一个IF IF 然后呢 你要告诉他说 什么条件 条件空白 之后的话 打一个Sales 我的条件呢 请你在ID的哪一栏呢 一栏 有没有 成绩在这里 有没有 成绩这一栏 然后这一栏里面呢 如果 我把资料 等于是说 如果 这个成绩 假设他先从第二列 的一栏 把80分抓到这边来 做什么呢 做判断一下 如果他大于等于60的话 好 空一个 Zen Zen 意思说做什么事 Enter两下 反之 反之就else Enter再两下 再Enter一幅 OK 那特别主要 这个是两重逻辑的打法 一定是IF 中间加一个逻辑 Zen 指的是你要执行什么动作 else 是反之 那最后结束 那个 if 特别主要以后的结构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慢慢熟悉 如果呢 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那我就在这边输出一个合格 反之呢 我就在这边输出不合格 所以特别主要 我就在这边打一个什么 嗯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按Ctrl键 然后把这边改成H H里面呢 输出什么呢 输出合格 所以 打一个合格 那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不合格 所以把这一串 其实可以把它复制到下面 然后按不合格就可以了 那我复制是拖拉 顺便按Ctrl键 现在还蛮快的 比CtrlC CtrlV还快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程式就打完 打完之后 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再稍微缩小一点点 在这边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 就是按上面的这个执行 合格不合格 看一下 几乎没有问题 跟这边是一样的 好 那再来的话就清除 所以清除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程序 或者是说你可以 直接拿这个上面的来改 把它CtrlC,CtrlV 有没有 因为大部分结构都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偷懒 可以把上面复制 把它改成清除 Sub叫清除 那只是说呢 里面没有逻辑判断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逻辑把它拿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不合格改成什么 空的 这样的话呢 等于就清除了 没有 把它执行看看 清楚 成绩 有没有 这样都ok了 ok完之后的话呢 你再利用那个什么 这边有个插入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叫按钮 那就把按钮加上 加按钮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在第一次上课就有加过 按它有没有 你在旁边拉一下 然后呢 再去找到成绩 把这个成绩两个字复制一下 我的习惯复制是因为可以直接把它顺便贴上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清除 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成绩清除完成 ok第一阶段 等一下再来看 多重怎么改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死被的哦 但是有一些可能需要知道的 包含就是说呢 这个 可能各位慢慢要熟悉 就是说 这个程式里面啊 哪一些地方呢 是必需要的 包含就是那个 第一次一定要加一个模组 然后在模组里面呢 插入程序 这个我想每一次每一次上 只要是写VBA程式 都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我想不能忘 然后再来就是回圈啊 for回圈 这个也固定的 因为未来 反正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这个规则都固定的 那再来就是逻辑 逻辑判断 未来其实这些逻辑判断也都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懂得把这些东西啊 熟练之后将来 你在做很多自动化 其实就慢慢是可以从 现在我们写的程式 慢慢去做修改的 如果你会这些东西的话 将来有些动作 就可以不需要每次都去赚 每次都去使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你按按钮其实事情就完成了 不过按按钮要完成 那你要学会 怎么去跟那个 其实Essail沟通 VBA其实就是沟通的语言 你可以跟Essail 他听得懂这VBA 也会自动帮你去做完所有的事情 可以试一下